尽管上层决定全面导向西方,但乌克兰民间的各大防务公司依然和我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虽然由于上层和境外势力的联手干涉,乌克兰和我国的多项军购订单执行起来并不能算非常顺遂,但往往最后乌方都能顶住压力,顺利完成订单。 乌克兰唯一的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制造商马达西奇公司便是一例,被称为动力沙皇的马达西奇公司曾顶住西方压力,不顾禁令向我国出口了数百台教练机用航空发动机。 这批航空发动机将会被装备在JL-10高级教练机上,成为帮助我国海军航空兵训练舰载机飞行员的利器。 在2017年,由于逐渐恶化的俄乌关系等原因,马达西奇公司经历了一段低谷,而在2017年5月,中国天交航空向马达西奇公司投资了2.5亿美元,接近17.5亿人民币的巨款。 在当时,对马达西奇而言这笔投资堪称紧急输血,随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在重庆建立发动机组装和维保服务工厂。 现在重庆天交航空发动机产业基地一期建设已经完成,而马达西奇也做出了一个重要承诺。 在该基地全面投产后,未来该基地将能为中国年产监排航空发动机。 在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马达西奇和天交航空联合展出了覆盖多种机型用途的四种航空发动机。 当然,马达西奇及伊夫勤科,进步设计局还没拿出看家本事来。 马达西奇公司有110年的悠久历史,旗下产品涵盖多个领域,最大起飞重量达640吨的安富225梦幻运输机,便是由其生产的6具V18T大寒道比窝上发动机带上蓝天。 世界最大直升级米副26的心脏,也是两具马达西奇生产的V136波轴发动机。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乌两国关系渐冷,一直向俄罗斯供应发动机的马达西奇公司也被迫向俄断工。 尽管依然有不少海外用户的订单可以勉强支撑马达西奇的营运,但缺了俄罗斯航空工业这个大主顾。 马达西奇还是感受到了问时艰难这四个字的沉重。 从这个角度看,中乌两国企业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展开合作可谓互惠互利。 马达西奇在发动机领域的深厚经验有助于我国解决心脏病问题,我国的热钱也可为马达西奇这位动力沙皇注入新的活力。 众所周知,军火是堪比毒品的暴力行当,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卖买。 军火交易涉及的不光是武器本身的质量和价格,背后更是牵扯着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 在交易过程中,那些掌握武器核心技术的卖方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做得起价,而买方国家没有多少发言权,别人要多少只能给多少,给什么就买什么。 在国际军火市场,这种事早已屡见不鲜,美俄占据住国际军火市场的半壁江山。 说起军火市场上的黑心卖家,美俄这两大军火巨头绝对是首屈一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武器出口国,美俄两国的武器出口额占据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而众多购买美俄武器的国家几乎都被坑过。 要说到国际军火买家中人傻钱多的代表,那一定是众多阿拉伯土豪国家,这些国家大都没有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武器采购只买最好最贵的,一直是欧美武器的主要市场。 在阿拉伯国家的军火库中可以见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一辆M1坦克,在美军的采购价只有400多万美元,而外给沙特却要800多万美元,直接翻了一倍。 出口沙特的M1坦克单价超过800万美元,F-15SA卖出了2.5亿美元的天价,一架F-15SA战机直接卖到了2.5亿美元的天价。 要知道美军最先进的4代战机F-35的单价也不过1.5亿美元左右,F-22也只要3亿美元,而像F-15这种3代战机,即使是最新的改进型号,卖到2.5亿美元,也绝对是天价了,比美国卖给其他盟友的价格高得不知道哪里去了。 所以美国在坑盟友上是绝不手软的,F-35是不折不扣的坑钱项目,而作为近10年来最昂贵的武器研制项目,美国发起的F-35联合攻击机研制计划则更是不折不扣的坑钱项目。 本来说好的单机采购价格不超过1亿美元,现在翻了一倍都不止,美国许多盟友都叫苦不迭,由于垂直起降型的F-35B不断推持并且价格一涨再涨,像英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是造好了航母,却没有舰载机可用。 航母每次出海都落奔,而到了日本那里就更尴尬了,就在日本空中自卫队刚刚接收第一架F-35A,并开始大肆宣布空子即将进入下一个时代后,美国那边却传来F-35A起火停飞的消息,弄得日本人无比尴尬。 空子的F-35A换装计划也不得不推迟,尽管美国盟友花了大价钱,但买到的武器也基本还算先进,而俄罗斯的武器买家即使花了大价钱,也买不到称心如意的武器。 在冷战时期,苏联的武器出口始终保持住一个惯例,自用形装备是第一等,出口东欧国家的是第二等,而卖给中东国家的武器则是最次等。 这方面被坑得最惨的就是伊拉克,与自用形相比,苏联出口到伊拉克的各种战机坦克基本上只卖个模样,伊拉克的猴板T-72,海湾战争中被击毁的伊拉克T-72坦克,以大量出口的T-72坦克而论,瞄准镜,夜市仪,装甲材质,炮弹,已经被砍得不能再砍了。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的T-72坦克炮塔的防护水平只相当于300毫米的钢装甲,火控系统基本上还是二代坦克的水平。 主炮发射的还是老式的钢心穿甲弹,最大穿甲厚度只有300毫米的军制钢装甲。 面对美军M1的皮油复合装甲,基本上是隔靴骚痒,而苏联出口的各种战机也会将雷达以及各种电子设备全部换掉。 伊拉克买的战机虽然外形上与苏联人手中的一模一样,但实际作战性能落后了不止一代,基本上只买了个空壳。 国际军火市场经典载人案例的俄印航母交易,T-50项目至今还是遥遥无期。 在众多的俄制武器买家中,被坑得最惨的非印度莫属,最具代表的就是被称为国际军火市场经典,载人案例的维克拉玛地亚号航母交易。 而这两年雷声大雨点小的俄印五代机合作项目则又是俄罗斯坑前的一个陷阱。 到目前为止,印度已经砸进去超过50亿美元,别说拿到飞机,就连飞机座舱都没进去过。 而印度要求俄罗斯转让关键技术则更是门都没有,目前T-50项目还是遥遥无期,俄罗斯很可能会终止该项目,而印度投入的研发资金恐怕要打水漂了。 独立自主才是王道。事实证明,一个没有先进武器研制能力的国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只有被坑的份,大笔资金可以卖到先进的武器,但买不到国防工业体系,不掌握核心技术,永远只能被别人掐住脖子。 中国当年也曾经深受其害,但经历了一系列屈辱和教训后,我们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最终造就了如今百花起放的中国军功,肩负二十隐身战机。 俗话说得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正是痛苦与磨难的经历促使人成长。 我国与印度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属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同是金砖四国,同样有住过十亿的庞大人口,但是由于两国完全不同的经历遭遇,在发展国家军事装备科技的道路上两国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11月6日至11日举办的2018年珠海航展上,我国展现了各类先进的武器装备,有隐身无人机、第五代战机、量子雷达等等近千种先进产品,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中国装备制造的能力,再次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这也同时引起了他们的深思,中国的技术发展为什么如此之快。 就在近日,有一名欧洲军事专家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表示,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专家讲要通过武器禁运、高端技术封锁的方式来阻碍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 但如今中国的成就证明了这一方式的愚蠢,非但没有起到阻碍的作用,反而促进了中国军工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大型隐形无人机彩虹复戏震撼和亮相。 他同时还说,反观中国的邻居印度,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不受限制,所以长期以来大肆采买他国武器装备。 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印度都能买到,而这些年来印度的国内军工业却没有丝毫的进步。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禁运的选择是多么的错误,现如今欧洲各国应该干净解除对中国的技术禁运,或许还能有机会走入中国市场。 印度这些年来确实是太过依赖武器进口。 根据去年发布的全球武器贸易研究报告显示,印度是近五年以来全球武器进口排行榜当之无愧的第一。 进口武器总额是中国的三倍之多,而且进口种类涵盖海陆空三军, 有法国阵风战机、美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T-90S坦克, 额至11356M型护卫舰等等,进口的来源也是世界各国都有,印度战机。 而相比之下,我国从1988年开始,就被以美国为首的34个拥有高端技术的国家实施武器禁运, 整个西方世界都参与进来了。 而且不仅仅是武器,还有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共计上万种产品, 只要是涉及到禁运清单上的相关设备,无论是什么都禁止向中国出口, 其目的就是为了恶意。